其實針對說這個捏造科文哲的聲音 然後有相關不許的訊息 聲音檔以及信件的一個部分 民眾黨這邊的話就正式提出檢舉 好其實我們在這個稍早 其實有跟這個視教處這邊來做一些相關的聯繫 那包含了說他們有希望說 我們大概有一些這種原始的信件 可以讓他們來做一個相關的一個參考 不過細節的部分呢 他們也有跟我們來這邊做一個說明說 相關的內容呢 我們這邊是不要透露太多 因為還是要留給他們這個所謂獨立辦案的空間 來做後續的一個調查 那其實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 當然還是沒有特別的預測立場 不過我們其實在早上以及這個中午附近 還是有大概看到一些特定的人士 或是這個側翼的粉專 開始把這個風向導向說 會不會是民眾黨自導自演 或許是你把這個相關的這個不實的資訊 提供給一些比較友好的媒體 來做一個操作自導自演的一個情況 我們在這邊呢還是鄭重的澄清跟否認 完全這都是不實的指控 我們看到的是假消息 來附和假消息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還是呼籲啊 這些呢比較親近執政黨的人士 還是要這個呢 不要再這樣明目張膽的造謠了 也不要再讓呢 所謂這個造謠第一品牌 和這個執政黨呢 加深這個在執政黨 在人民心中的一個印象